兩篇年 跟大家見新說話 請大家意見 首先歡迎 鄭瑞瑪小姐 但你不要看鄭瑞瑪一年的《英國》 其實她是自一代表一堆參加 上街全國運動會排球項目獲得冠軍 仍是2017年不推排球區初上勇斷冠軍 是不是很厲害呢? 好了 請到這個位置 鄭瑞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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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運動員在英國耕生的運動過程當中 少許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蹲鏡位置 那你為什麼會面對這個困難呢? 沒錯 而且運動員會面對和困難 對我來說 主要是兩個困難 第一就是技術方面 停滯不前 這方面的改進呢 只要和各個教練溝通 和他有時常溝通 相信大家都會心態 技術上有大大的困難 而第二的困難呢 相信運動員都是會面對的 很慘的 就是傷亂 所以今天有機會鼓勵和提醒 每一個運動員 老友都要注意 運動之前要做好一個熱身 而運動員之後也要做一個鋼彈 那就可以長一長 又長一長 在這個這麼艱苦的過程當中 究竟哪些東西是驅使到你繼續堅持 其實主要是對運動的熱誠 和我們運動員有份執著 那我相信每個運動員 對自己所在場處的運動項目 都有運動熱誠 也不喜歡去揚手的運動員 和運動員的過程 而我們運動員的執著 是會在這個心態裡面 這個執著就是要停在那個碟 全身起碼的事 戰勝那個弱碟 重新去獲得成功的時候 也很足夠的事情 所以另外繼續在排行上面 堅持和他發揮更好的成績 大家聽不聽得到嗎? 我聽得到很正面的訊息 就是我們這種不為監製 總之是努力的目標盲進 很多謝你們 為你們這件事 人生設法和我們分析了 這麼多文化的心態 多謝你們 謝謝